大家好,这次游戏废人 说到日本同仁社团 最为人所知的应该就是三大同仁奇迹 东方、行月、龙骑士07 正如同Fate原本也是R18视觉小说一样 日本至今仍有许多R18游戏是由同仁社团开发 除了游戏外也有提供漫画 例如漫画领域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清水岸 游戏领域目前的总销售冠军应该就属1-1-1 扣除免费游戏在Deal Sido上面 销售目前前10名的游戏 1-1-1就占了两款 而且他们推出至今已经有将近20款以上的游戏 而其中也有将近一半销售数都有破万 甚至就连他们RPG工具箱做的小品游戏 都可以做到出资料片 其中除了少数早期作品是视觉小说 中后期作品多位游玩性较高的RPG 大部分作品一轮时间大概是10个小时 以RPG来说并不算长 但这必须要归功于 游戏并没有刻意要求玩家练功 等级总会在不知不觉中提升 甚至不刻意战败还很难战败 其次是游戏的路线非常多 多数有3条路线以及将近10种的结局 你想要玩《纯爱保持处女》到破关 或者变成路人随便都能上的行走漏便器 甚至恶惰成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都行 虽然多数作品都是类似模式 但在简单不同的女角与世界观设定下 人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乐趣 而且不管哪一部作品其实都还有一条牵扯整个事件的主线 所以你想把它当成一款没有R18的王道RPG来玩也行 《纯爱玩》的作品我会以2015年到2016年为分解 2015年前包含2015年的为前期作品 2016年之后的为后期作品 后期作品轻易设为RPG少数动作游戏 这些作品除了有远多于其他社团的戏剧外 他们后期作品基本戏剧张数都有300张左右 含差分有2000张以上 而且重要的角色都有语音 Unity版本更是连基本对话都有语音 当然仅限女性 男性不一定会有 这个时期作品又分成RPG工具箱与Unity两种版本 现在就来跟大家一一介绍与推荐该怎么入坑 我们先从前期作品开始说 2015年前的作品大多不推荐 毕竟这时的画风游戏性都很粗糙 2014年到2015年有出李不敬凌辱系列 这个勉强还行 但故事没有分支 加上如其名李不敬 也就是不合理的意思 故事中的女角会遭遇各种不合理的凌辱 如果是喜欢看凌辱系剧情的玩家 可以考虑直接买合集 因为他这个系列总共出两部 合集还比单买便宜 Steam虽然有其中一款 监狱岛的女刊所的预约页面 但那个即将退出已经放了好几年了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真的出 真正奠定现在分支系玩法的 是2015年底推出的 反乌托邦的掠夺者 虽然是早期作品 但已经有近期作品玩法的雏形 这款在今年的8月25号 会在Steam推出反中版 W1的作品大部分在Steam价格 会比DL-SIDO便宜 只是要确认是否还要另外购买R18扩充包 台湾应该是比较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目前我看到他们的R18扩充包 都是支援日本版本的 那2016年后同种类多分支 同为RPG工具箱开发的游戏 按照发售时间有三款 分别是 没落令娘 鬼语刀 冲突的意志 前面还有一款同样2016年前期发售的 黑暗精灵 这款虽然也是属于多结局 但是路线分歧没有我刚刚提到的那三款 分的那么明显 那款在日本销售其实非常好 但我个人因为对这款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所以没有入手就比较没办法跟大家介绍这款游戏 如果对于W1的作品 了解完 看完剧情介绍 也对那一款黑暗精灵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自行再去入手了解看看 三款虽然游戏模式类似 但还是都推荐可以入手 其中鬼语刀以及冲突的意志都有上Steam 也有中文版 但鬼语刀是少数DL-SIDO版本比Steam还要便宜的游戏 而且DL-SIDO版本也有内建繁体中文 那莫若令娘是这三款里面最早的 故事也最为单纯 与玩家有互动的重要NPC很少 那故事是讲述主角原本是贵族千金 父母却意外身亡 并且被陷害背负的庞大债务 主角为了还债成为雇佣兵 到处接任务帮人解决问题 随着接触的事件 开始察觉到控制国家背后的教团 以及父母的身亡 似乎也不是单纯的意外 鬼语刀以及冲突的意志 开始加入了学校与多互动NPC设置 当然只要是女性NPC 都有18禁剧情 甚至有些可以触发百合剧情 玩家的行为也会决定这些NPC的命运 莫若令娘因为欠缺互动NPC 除了通常路线外 其他路线给人的感觉都会比较明显偏负面 但到了这三款中最新的冲突的意志 故事中有关联 有语音 有立会的剧情角色 就超过10名 但有些角色可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引擎 在正常的通常线中 会有被剧情杀的重要伙伴 或者是因为故事而陷入悲剧的屠杀剧情 但这些剧情有可能随着玩家走其他的路线而避免掉 甚至可以让那个伙伴活到故事的最后 当然也可以走向由玩家亲手杀掉这些伙伴的路线 然而毕竟是18禁游戏没瑟瑟像话吗 当然作者也有想到这一点 所以冲突的意志就有加入 就算你玩处女路线 还是可以用其他女角触发瑟瑟剧情 但毕竟非主角 要让主角瑟瑟的条件就是破处 而这里就牵扯到一个玩家比较诟病的问题 怎么破 这几款游戏都是靠关键战斗战败触发剧情 但这种不给玩家选择权的方法 再加上这几款游戏的战斗都被简化 玩家想输还不一定能输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变成是用修改器 把血改到剩下一滴再开打 但这个问题到了Unity版本的游戏 其实就有得到改善 Unity版本目前上了两款 分别是叛道武士以及月时的魔女 这两款游戏玩家都可以自行决定 是否要破处 先者可以在游戏一开始就决定要自行戳破 或者直接找贵族卖掉 要不然就是努力的保留到游戏最后 而后者则是开场就让玩家选择是否在保留的状态起始 那这几款的玩法其实跟RPG工序箱版本大同小异 差别在Unity版本操作更为顺畅 而且画质也更好 战斗从原本的全身动态变成半身Live 2D 虽然出招少的动作 但H变成穿插全画面动画 其实比原本精致很多 那判道武士Steam虽然已经有页面 但那个页面也存在好几年了 所以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上 第二塞斗版本只有日文 那Unity的汉化又没有像RPG工序箱那么方便 虽然你可以去找汉化插件 但那个翻译都是即时翻译 所以加上网路延迟的问题 通常一个对话 你要等它翻译出来 还要等大概5秒钟 就算日文不强 稍微有一点概念 直接看可能都还比较好 那另外判道武士我买的时候有分成V1以及V2两种版本 我原本以为是一代跟二代 只是没想到居然是旧版与新版 然后我两个都买了 然后买完三天以后 他们才把旧版的页面给关掉 所以等于是我多花钱多买了一款旧版本 但没关系就当作多花钱支持了 那整体来说 如果你像我一样可以接受日文 又愿意多花钱买的话 最好的入门方法 其实是从没落令良开始 按照年份全部完 而前面讲到反乌托邦的掠夺者 因为Steam8月会出反中版 所以我会建议那一款等到反中版再买 按照这样子的顺序玩 可以感受到游戏的进步 但如果只要挑推荐作品 那么我会建议 至少要玩过《冲突的意志》 再接触《叛道武士》与《月蛇魔女》 这两款Unity版本 那如果这些都玩过了 对他的游戏还有兴趣 还想要玩到类似的游戏 也可以往前补 去补前面的《黑暗精灵》系列 或者是我刚刚讲到的《李不尽灵5》系列 在更早期 其实他们还有一些视觉小说型的 但我个人会觉得视觉小说 完全没有游戏性 所以我并不喜欢视觉小说类型的游戏 如果有兴趣的玩家 再自行去接触 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 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 拜拜